回來第二節 星期易得道 今天是4月20日 今天是星期一來的 繼續在公海那裏跟大家廣播 這宗新聞其實 應該是 早兩日發生的 應該是星期六 當日發生的 但是因為放假 所以就沒有時間說了 打算留下星期一先說 留下今天 這宗新聞就發生在星期六 其實星期六的下午就已經看到這件事 就是一個大手捕 就是這個警方拘捕了很多民主派的人士 包括這個 蘋果的 黎智英 李柱銘 還有吳凱夷這一堆人 也拘捕了 也拘捕了很多其他社運比較常見的人 例如 黃浩銘 吳文軟 梁國雄 歐洛軟 原本就不是常客 但他今年 19年至2020年 肯定就變了常客 因為他已經被拘捕了好幾次了 我印象中 有一次 我剛剛見過他沒多久 那就是在說其他事情的時候 第二天就被拘捕了 他還被人DQ了 立法會議員也沒得做 那麼這件事 有甚麼看法呢 現在呢 其實政府那個 放任這個警察呢 基本上已經是去到 甚麼都不理 那麼現在呢 我認為也是警方單方面的行動 那麼就是 拘捕一些他認為 要拘捕的人 或者他認為這些人 應該就是幕後的策劃 對於整場這個運動 他們就是幕後策劃 他們會覺得這些人 應該就是 只要拘捕了他們 那個反對力量就會大大削弱 他們的思維 我認為應該是這樣的想法 現在還在說 他們在拘捕了8月18日 10月1日和10月20日組織 參與在港島區和九龍區的未經批准集結 首先 8月18日和10月1日和10月20日 那個行動 那個行動 以我們所知 應該是 事前有集會 後來就是遊行 然後再變成 警察口中所說的那個 非法集會 所以就拘捕了很多那些 可能是 去申請那個不反對通知書的人 因為其實你看不到 以上拘捕這堆人物 跟那個 所謂非法集結有甚麼關係 首先他們不是當場拘捕他們 不是說我一直在參與 集會在裏面 不知道做甚麼暴力行為 然後被人抓到 又不是的 全部都是事後調查 事後上門拘捕的 其實最新銳拘捕的就是吳海宜和李柱銘 因為應該根據 看回應該這兩位人士 從來都沒有被警察拘捕過的 黎智英也有拘捕過的 就是之前應該是告他 其實是佔中的時候有拘捕過的 其實是非法集結和佔中那些 2014年有拘捕過黎智英的 當時也是 好像也是拘捕他佔中其中一件事 那麼 現在 這件事 跟以往香港的做法是很不同的 李柱銘 是1979年 被委任做 英皇御用大律師 1979年當時還是英皇御用大律師 後來回歸了之後 才把英皇御用大律師變成 資深大律師 那麼他香港的排名 還有No.1 到了現在的排名 還是排第1那個 最資深的大律師 那麼 那這種人呢 基本上以往的警察 其實是絕對不敢這樣做的 因為對於一些有名譽有地位 甚至是社會 即是叫社會言達 警察以往一般都是 給了幾分面 不會 不敢 不敢那麼離譜 但是 現在的警察基本上是 不受任何制約的 他喜歡拘捕誰就拘捕誰 他認為你 拘捕了你 他可以有效打擊這個 示威者 那麼他們就會做 麥拉不可以一樣 也是前 法律界的功能 組別議員 公民黨的資深黨員 甚至乎都是創能黨員 那麼這種人呢 是從來都是社會覺得這些是很溫和的人 又或者是很有名譽 很有地位的人 那麼現在他們都被人拘捕呢 其實預視了什麼呢 預視了 香港這個地方已經不再是 講道理的地方 法治 已經是其實不存在了很久了 由這個政府 讓警察亂來 但是他們 那個看法呢 其實就 其實是很脫節的 同於真正的民意 我發覺 這裏拘捕人的名單 當然有些人我相信 有些人就 現在 19年開始關心政治 很多人就有 那裏有一堆人你一定是 不認識的 包括 楊心 蔡耀昌 其實近年 那個運動 跟很多這些人的關係是沒有什麼的 坦白說 應該說不是很健康 這樣 或者 很高調地參與 就不是很健康 他背後有沒有參與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不認識他們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就會 問一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打擊這一群人呢 其實是很奇怪的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因為之前 大搜捕也不是第一次 之前已經試過幾次 又是臨遊行 那時候是臨遊行 之前就是拉歐樂軒 拉歐樂軒會不會令到遊行沒有了 很明顯就沒有了 完全沒有影響 為什麼又拉歐樂軒呢 其實呢 也挺奇怪的 拉他們那個原因 也是可能因為 其實警方 有的叫無計可施 原因就是 他們 在網上找的資料 又或者 拉那麼多人也好 其實都是屬於一些素人來的 即使很多 爆炸案 又或者那些汽油彈 甚至乎是在街邊拉的連儂牆 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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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力一點點的或是激進一點的這些示威者 到了一些和理非的 連儂牆 甚至乎 純粹是 出來站一下 他們都拉 但是一個問題 警察覺得 這些人全部都是無名無姓的 拉了他們 他認為打擊不了 這個真正的 這班示威者的士氣 所以他是要選一些 這些人 很多人認識 當然是楊森 說真的 何俊仁越來越來越沒有人認識 因為他已經退休了 李卓仁也是沒有人認識的 蔡耀昌更加 立法會議員從來沒有選到 連區議員都選不到 為甚麼要找這班人呢 因為這班人 在他們的 舊腦海裏面 即是他們很outdate的 這個database 這班人還是 領袖 你問我呢 我覺得真真正正打擊到的 是有的 裏面最主要是 你說拉黎智英 拉肥魯麗 怎麼也有些影響 因為現在 反政府的第一大報當然還是蘋果日報 你始終 對於這個蘋果日報的老闆 不斷地搞 這個政治打壓 一定是對 那個抗爭是有影響的 這個就是很明顯 最直接看到的 其他人我不是說完全沒有影響 但我覺得相對的影響是很小的 如果你說抗爭 其實那麼多人我覺得 跟抗爭的最大關聯就是 《蘋果日報》 因為其他人呢 在很多場抗爭以來 其實他們出現 就是一個 和理非的遊行 他們擔任這個 騎手 拿著那隻大的Banner 最多出現的鏡頭就是 而洛爭也經常有出來在樹威現場 避免談及他啦 免得變成毒灰 沒錯 但是 那麼多人就是這個肥佬禮 因為他的報紙 經常有報導警方的專輯 或者很多時候 跟警方的 說法是剛剛相反 很多時候是指控警方的 而警方早上星期 特意出了一篇 一篇的聲明就是回應蘋果說 蘋果冤枉他 那麼蘋果在第二天 即時就找回閉路電視 就說明沒有冤枉他 是你警察說謊 那麼大家其實呢 有一個是敵對的狀態 老實說 全香港 跟警察敵對的話 蘋果日報也算是 排得很前啦 我不敢說是排第一 但是肯定是排得很前的 那麼變了他是 故意拉他 是希望對這個示威者 或是對這個反對派 造成打擊 這是警方的判算來的 那麼問題實際 有沒有對這些人 死心呢 或者令到那些人覺得 哎呀拉了肥佬禮 我們還是不要出來啦 很危險啊 這個當然是不會啦 對蘋果日報來說 怎麼也有影響的事 對於 不斷地打壓那個媒體的老闆 基本上是 首先這個一定是一個打擊 無論如何也好 有幾大影響 但是其實有官司在身 一定是很麻煩的 大家都知道 就不會因為你是20歲有官司在身 或者你是60歲有官司在身 就沒有那麼麻煩 就不存在這件事 任何有案在身 也一定是很麻煩的 那麼他那個參與說真的 也不會構成很嚴重的罪行 肥佬來說 但是可能會導致 變相打擊這群人 不讓他們參與和理非活動的時候 可能會 拿著Bandard一起走 現在連這個也不讓 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818、11、12、20 應該是一個正常的遊行 他就說他們結束了之後 他們也 組織或者煽動策劃 那一隻 屈他們的內容 就是這樣 實際對於 人數 抗爭的人數 我想那個影響就不會很大 影響這些有名有姓的人 再站出來 這個可能會有 接下來 可能 如果再搞有限 可能這些比較多人認識的人 有名望的人 是不是會減少出來呢 站台的人是不是會少了呢 這個是有也不奇怪的 另外一點就是 很多網友貼回李柱銘 當時6月份2019年 說過那些東西 李柱銘 如果你要 折錄他說的話 說真的就是很不適合聽的 很多人都會覺得 例如他說 用暴力就沒有運行 首先第一 一說這一句就 暗示了你們每一個人都在用暴力 第二件事就是 事實呢 即是往後 當時他不是先知 往後的發展 就並不是 按照他所說的 其實是相反的 如果現在你要拿來 鞭撻他 6月份說的話 就不是很好 因為當時的民情確實有些分別 說真的 民主黨好 其實李柱銘的思維還是很歐 他跟不了整個潮流 所以我反而想趁這一節 有機會隔空 跟這些人士說 可能有些人也有聽 希望他們可以真的去認真想 他們過往 走那個路線 會不會真的不夠進步呢 其實他們那個 整個抗爭運動 其實他們跟年輕人的落差是很大的 雖然《蘋果日報》很努力 繼續做這個 所謂黃色市場 但實際上 蘋果所走的那個路線 跟你 真是抗爭者在街頭 作戰和爭取那個路線 說的那些東西 那個落差其實是真的很大的 很大的 黎先生會不會 你們走溫和路線 事實上現在就是告訴你 你們走一個這麼溫和的路線 對你的打壓其實是一點也沒有減少的 只不過你控告了那條罪 因為你真的太溫和 就控告不了你暴動 沒錯 控告不了你裝炸彈 控告不了你扔汽油彈 但是不代表不控告你 對你的打壓其實是一樣是存在的 以及一樣是那麼用力的 基本上 沒錯 他們基本上 你上個禮拜六的畫面看到 肥佬黎回到家的時候 是出來被四個人夾住的 肥佬黎的身份難道你怕他潛逃嗎 你怕他逃獄嗎 是不需要的 問題是他也有幾個警察夾住他 是故意令到他難看 即是故意 羞辱了所有被捕的人 老實說 我反而對 他不可以被捕的方式 不可以不應該親自 不應該自己在警方 讓別人拘捕 你有本事你就來我家裡拘捕我 做到畫面比較難看 這些是給全世界看的 我覺得他不應該 那個行動是不應該這樣配合警察 你說要拘捕我就可以了 我在哪裏 你來拘捕我 那個畫面很難看 親自自己 由兩個黨友陪同去警署 有點像當年佔中那個 預約拘捕 分別就在這裏 確實當時 在搞 預約拘捕 但是當時的情況 真的有分別 當時的 警察有沒有做到今時今日 那麼過份呢 絕對沒有啦 當時的中央 當時的大陸共產黨有沒有做到那麼過份呢 當時 還沒有做到那麼過份 面具還沒有撕下來 撕到那麼難 其實現在 他們做的事已經 遠遠超過你當日 還在說14年一個和平抗爭 希望一個和平抗爭 做成一個 bargain 用一股力量去逼他向你妥協 那個情況因為已經過了 其實我想叫他們真的認真去想 去思考一下到底你們還在走那條 路 是不是 還可以再進步一點呢 這個絕對是可以啦 因為他們那個 對於民情的了解呢 坦白說實在太不了解 即使肥佬黎 不知道是天天還是隔天就去 某個台那裏客串的節目啦 問題就是 你 對於民情 原來只是 指揮一兩個政黨 給你的訊息 當然是勾勢啦 因為他們本身都跟市場 很脫節 跟香港人 很脫節 因為我有時 不明白 肥佬黎的想法 你本身這份報紙是做香港人的報紙 那麼多人看 但是你竟然跟香港的民情 脫節得那麼緊要 這件事我是挺好差的 又或是這麼說 這個說法不夠準確 他不是跟 香港 蘋果日報的 獨者脫節 你搞清楚 現在正確來說是 蘋果的讀者 我之前說過 其實所謂的和理非 和勇武 和一大堆 會衝的年輕人 那個落差很大 現在不是跟 蘋果日報的讀者市場的落差 而是蘋果日報的 讀者市場和整個抗爭運動的人 有落差 現在正確來說應該是這樣 我不是去批評他 叫他 你不應該這樣 又或是這個不是叫鬥王 其實只是在給他意見 我只是想趁這個機會給他意見 我們就不會坐下說 隔空有機會可能會聽 這個描述 是準確的 因為他們那個市場 可能 以和理非為主 買贖罪捐那班人 買開贖罪捐那班人為主 那麼現在問題就是 現在那麼大量的年輕人出來 不計較自己一個人得失 甚至被人抓 有些可能是命都沒有了 有那麼多人 有那麼多屍體發現 有那麼多失蹤 那麼 你們那個 怎麼說呢 現在也好 你們說法也好 各方面也好 仍然都是比較 保守 好像李柱銘那樣 他覺得 現在終於也是第一次被人抓了 可以和這些年輕人同行 對不起 對不起 還差很遠 其實沒有 還差太遠了 我不敢說你被人抓就沒有代價 真的跟現在被人抓了那些年輕人 真的 真的挺大落差的 你81歲了 沒人會 打你的頭在用警棍 看看有多少 年輕人被打穿頭 有多少年輕人被打到殘廢 有多少 無緣無故被打到殘廢 無緣無故被打到殘廢 距離實在是太大了 我覺得他們 深入了解多一點 因為真的 對那些年輕人 真的不太了解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說 就讓你真正在 要緊張 怎麼回想 收音手 扮認你